好 我們首先敬禮了名和尚 撒迦正空上司 十六四大八法王卡瑪帕 徒登大吉上司 敬禮坦承三法 敬禮今天同修的本尊 大准提佛母 師母 各位上司 教授師 法師 講師 助教 堂主 及各位同盟 網路上的同盟 今天我們儀會的貴賓是 中國中中委會會計師 特莉莎師姐 中國中中委會及中國中國中密教總會 法律顧問 卓中山律師 台灣七法官功德會 前理事長 吳冠德師兄 台灣七法官功德會 前秘書長 田悅毅師兄 台灣傑出企業家代表 淨以企業有限公司 總經理 張宜甄女士 中天電視台給你點上新燈節目製作人 徐雅琪師姐 台灣台中寶業同修會唐主 陳玉軒師姐 加拿大華裔小提琴演奏家 李帆教授 莊俊耀醫師 王美堅醫師 王智醫師 天音雅夜和尚團所有團員 王智醫師 陽光武共團 陳彥軒師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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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記得有一位是貝諾法王認證的 一個仁波切 他現在有在這裡嗎 她坐在哪裡 謝謝 这是林玛八贝诺法王认证的一个仁波切 那他要来这里 今天要归一是吗 欢迎你 欢迎你 OK 请坐 大家晚安 大家好 今天应该是在今年 最后一次在西雅图雷藏寺的同修 今年 那再过几天就回台湾去了 那么刚刚听了这个秘教总会理事长 年欧上师他讲的话 坦白讲我是很怀念台湾 小时候台湾来的时候 那就放假 然后这个水 这个大水就淹到这个床的旁边 那时候小时候就坐在床的旁边 两只脚放在这个水里面 觉得台湾来了 非常好玩 那这轰在敲打这个门窗的声音 我是非常的怀念 那离开台湾也很久的时间 差不多三十多年 那么后来呢 我允居了将近快七年 差不多快接近七年的时间 有三年半我是住在台湾的 那三年半 居然台湾一个台湾都没 让我的怀念这个落空 当然每一次 最近几年 有每一次都回到 差不多六年吧 都有回到台湾去 只是那个时候啊 这个台湾期都已经过了 那个是不算的 但是我在台湾 允居了三年半的时间 居然连一个台湾都没有 都没有进到台湾来 所以我的怀念就落空 那么今年呢 看看回去会不会碰到 这个 因为今年的台湾很来得晚 到了十一夜 还有台湾 那么我是非常想念 这个台湾的台湾 刚刚刚他们不是很喜欢 但是我是很喜欢 但是我回去始终都碰不到 我在台湾住三年半 居居三年半的时间 没有遇到台湾的 所以他们给我起一个名字 叫做卢震台 把台湾震住了 是这样子 那么今天我们修的是 准提佛母本尊 准提佛母在日本 冬命准提佛母非常的盛心 这个咒语大家都知道在日本 日本还有一个金刚副法是很有名的 就是不动冥亡 不动冥亡也是到处都有 那日语的这个 所有日语的咒语 它开头大部分是 南无 南无 就是规意 日语的咒语都是规意 日语的咒语都是规意 那在藏密的来讲 就是以翁 翁日做开头 那咒语是这样子的 翁做开头 那很容易分辨 什么是东密 什么是藏密 这个准提佛母呢 也是这个浦方上师的本尊 他在这个社子岛 台北社子岛 正是因为这一切都没有 那一切都是彩虹的 那就是这一切都有主要 这个抱怨 这个表情都没有 那个开头 你把这一切都没有 这种草院 这个有好似草houses 那这一次听说莲林丧师还有谁 有去摄子岛 那 圆宴 圆宴 对 对 是 对 我那时候在普方上诗那里 我的法号叫延词 延是延满的延 词是马哈双廉词的词 马哈双廉词的叫延词 他给我的这个法号 在普方上诗那里 那么准提佛母 这一尊 他可以作为本尊 也可以作为副法 也可以作为副法 是八大本尊当中 最特殊的一尊 比较特殊的 他可以作为本尊 也可以作为副法 因为他的威力非常的大 威力非常的大 那我们今天呢 刚刚就是 联欧上师讲的 就是 邀请这个师尊师母 回台湾去洪华 那师尊现在已经是七十二 七十二 回去以后再回来就变成七十三 这个年纪越来越大 不知道到最后到哪一年才能够不用再奔波 不用再这个美国跟台湾这样两地这样子跑 两地这样子跑 他刚刚也是谈到这个选举总统的事情 其实先取总统的事情 我们在今年八月十五号 圆桌问世的时候 那我曾经就是问了 说是这个希拉蕊跟这个川普 到底哪一位会选中总统 会选中 这个盘子就转 转啊转 转啊转 我讲了一句话 我知道了 那么他们两个人的票数 会相差10% 10% 两个人票数相差10% 如果你们有在这里 看的时候 但是我没有讲出到底谁会当写 现在我坦白而且实在的在活菩萨面前跟大家讲 那时候我就知道 这个川普会当写 但是在那个时候我不能讲 因为讲 讲了 毕竟还是会有一些声音露出去也是不太好 也会有一些 至少也会有一些影响或者网路上也会出来 那对于这个公平的竞争方面也是不太好 所以我没有讲到底是实实 但是我实在的告诉大家 他就是这种 墙迁金母的指示非常的准确 非常地感谢 相差这个10%的票 也是他指示的 那时候我有这样子讲 在谈诚之前 佛菩萨面前 我不忘了 不能够忘了 不能够讲假话 在谈诚面前 在佛菩萨 坐在后面 我不能够讲假 但是我有时候会有暗示 你知道吗 我在餐桌上 一面吃饭一面跟大家讲 谁会当选呢 我就告诉大家了 其实我是暗示 我这个人比较叛逆 我喜欢显叛逆的人 我已经讲了 我不是讲说我这个人很叛逆吗 我不是保守的 我本身有叛逆的这个个性 因为从小 从小被压力压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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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最后就变成叛逆 我有叛逆的个性 我也是讲 那时候他们大家在跟我吃饭的时候 人家问我 你会选谁 我说我这个人很叛逆 我一定显叛逆 我一定显叛逆 但是这个 你知道吗 我 ia Rather 才看你 我选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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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民主党 那我在选举的时候 佛亲他就拿这个表要我写 你要选谁 那佛亲是民主党 那我如果想说我要选川普 我就不好意思这个样子 要选举阿蕾 我又心不甘情不厌 那么我就跟佛亲讲说随便 你就随便帮我挑一个吧 那佛亲当然是举阿蕾 他是民主党 他一定是选举阿蕾 但我因为是佛亲帮我填表 他帮我填 我要自己签名 然后我讲随便 佛亲说不行 不可以 你一定讲 你自己要讲 你要选谁 我才能够帮你填 佛亲已经变成 American people 美国人 美国人 美国人是这个样子 电话响了 所以要找我 那我在那里 我跟他讲说 你跟他讲 我不在 我不在 不行啊 但美国人就讲说 那你 我不能这样子讲 因为你在啊 所以你要走出去门外 我才能够讲你不在 这是美国人的 美国人的思想是不一样的 跟我们台湾人 我们说 董事长不在 他就这样子就可以讲 但是美国人不一样 他看见你在 不行 你在 我不能说法 你要出去 佛亲也是一样 佛亲差不多变成这个 80%的 United States American people 80% 还有20分是属于台湾的 你一定要讲 你要选谁 我说随便也不行 没办法 只要低头 选其他人 跟自己的女儿一样 没办法 谁叫她是我的女儿 我是显虚啦 我是显虚啦 但是 我的姚慈金母跟我指示的 是川普 我也曾经讲过啊 我看过川普的一段影片 她这边有两个比基尼的小姐 这边有两个比基尼的小姐 然后她两只手抱着四个小姐 抱着四个小姐 然后她的头低低的 这大概是闻这边又闻那边 两只手也不是很安静的 我看过她的这一段 这一段 我说这种人啊 才能够当中的 因为我们的那个 讲过嘛 英雄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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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被爆出很多啊 什么性侵啊 或者是那个性骚扰 被很多年的出来讲 在美国的电视里面也有出来讲 我说 开赌场的 这个 可以讲开赌场 有诈财 有骗色 又是 我说 竖 Educate 皇帝 太ygen 不ath 肯定 苦 很重要 只能够投赢 老大 对 所以现在的社会跟以前的社会不太一样 现在的社会跟以前的社会不同 那些乖乖牌的先生 或者乖乖牌的太太 回家去找妈妈 找妈妈做什么 吃奶 好了 不谈了 回到台湾会去会很忙 我知道 台湾有很多长的很大的法会 像这个第一个礼拜 大概雷藏寺 每一个礼拜六 我都在雷藏寺做大法会 礼拜天 第一个礼拜的礼拜天 就是甘露金色 甘露金色的良黄宝灿的法会 我要去主持礼拜天 第一个礼拜的礼拜六礼拜天 我就要去主持 那其中还有很多北部的法会 北部的法会 像皇帝雷藏寺的法会 另外中观堂的大法会 中观堂主办的大法会 南部的也有 可能是这个林立人那边的那个寺庙 洞土 大义雷藏寺 大义雷藏寺的那个法会 南部也要去 可以讲很多法会 另外还有很多地方要去 跟人家答应过的 像这个佛林同修会 那我会去一下 他们有邀请 还有很多地方有邀请 台湾也很多地方有邀请 都会去 另外还有像大德文化 他办了画那个很大幅的画 我都是在这个大德文化 在暮轰的大品 大品的中心 文化中心 在那边画很大幅的画 我知道这次回去并不简单 事实上非常的忙碌 那希望我也祝福自己 身体能够健康 我们祈求 姚子金母 诸佛菩萨 金刚 妇法 空行诸天 能够妇佑 让我在台湾的半年 能够顺利的洪华 身体健康 身体健康最重要 有健康的身体 才能够洪华 没有健康的身体 什么都不用谈 同时也祝福大家 每一个人 不管是在台湾的 或者在美国区的 或者在任何一个国家的同盟 大家身体健康 吉祥如意 一切大家都非常心想事成 吉祥如意 不要有不好的事情发生 我们请准提佛母 加持大家 还没有问候大家呢 大家晚安 大家好 你好 大家好 你好 大家好 你好 好 我们今天再讲这个 《道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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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提到 这一段提到 广道的第三部分 是出世间道 内以世中气而分师 其讨讨论各宗气间所设诸地 以因 因 眼相 果 归结 四方面来分析 用四方面来分析 第三部分的 出世间道 其中 其中 其中因呢 我已经讲过了 什么是因呢 生定之因 生会之因 你如何想要做禅定 你为何产生了知会 为什么会产生知会呢 因为你有信 第一个因就是信 你因为信了 所以你修禅定 因为你修了禅定 它就产生知会 这是先一个信开始 如果没有信 你不会去修禅定吧 那你如果没有禅定 也不会产生知会 这个就是互相关联的 这个因 我已经讲过了 生定之因 为什么你有信心呢 有这个产生信心呢 因为你看见了 世间生老病死 释迦牟尼佛 为什么要修行 因为他有利于四个城门 第一个看到生残的痛苦 第二个看到老的痛苦 第三个看到生病的痛苦 第四个看到死的痛苦 因为有这个 释迦牟尼佛 因为看见了生老病死 种种人间的苦 不止只有四种苦 甚至于有八苦 甚至于有八苦 更多的苦 所以他产生了要修行解脱的这一种心 我们也是一样 生老病死 你看了 觉得人间是苦 所以把人间当成佛斩 必须要离开这个佛斩 所以才有出世间到 你为什么要禅定 是因为你想解脱 因为定 你就产生了解脱的智慧 这个就是属于因的方面 再来是验相 什么验相呢 大家知道 这个修行的时候 会有验相 你修加行法 修四加行 这个叫大礼拜 大供养 四归一 四无量心 你修这种四加行的法 还有忏悔 你修了 以后呢 你会产生一种相出来 这个叫验相 比如呢 你梦见 你吃白的进气 吐黑的出来 什么意思 这个就是 好的光明 进到你的身体 你把黑色的业障 给它消除 这个叫吃白 吐黑 吃白吐黑 有很多人修大礼拜 只单单修大礼拜 一直拜佛 一直念佛的咒 一直拜佛 一直就修 每天拜 一百零八拜 甚至更多 到最后你有验相出来 你梦见自己 这个在梳头 有女生在梳头 这个梳头法 梳下来的东西 既然都是虫 很多虫掉到地上 你看看了很胖 怎么越梳头法 越多虫出来 这个是验相 是好的验相 你把身上的里面的业障 不好的这些东西 全部输掉 就输掉了 有的人是这样子 他有头痛的毛病 皈依了以后 他梦见自己输头 头里面好多虫 全部掉到地上 结果呢 他的头痛的毛病就好 这种就是验相 这个就是属于验相 你梦见自己 这骑手白马 在虚空中飞行 这是果味真上 你修行有艳相 果味真上 骑着大白马 在虚空中飞行 站在莲花上面 在飞行 我母亲的飞行不一样 他每一次梦见自己在飞行 都是横着飞行 就是这样子横行 不是横行霸道 这样横行 因为他是属于观世音菩萨的太平鸟 去转世 到人间来转世 所以他飞行就像鸟 在飞一样 所以是横着飞的 我每一次在飞行 都是站立的 因为是站在莲花上面的莲花筒子 我都是站立的 这两个验相就不一样了 你梦见自己骑着马 在虚空中飞行 越飞越高 就是果味真上的艳相 果味真上的艳相 很多很多的艳相 所以你学佛 你真正学佛 学的是正法的话 他的梦是属于正梦 正梦 也就是说 你在这个六点的时候 到七点之间 五点 六点 七点之间 所产生的梦 你记得非常的清楚 那是一种艳相 因为你学到佛以后 都是正梦 不会有颠倒的梦 世间凡夫的梦 是属于颠倒的梦 梦见不好的 踩到大便 不好 但是你会中讲 那是凡夫的梦 不是我们的梦 我们梦见踩到大便 真的是踩到大便 你梦见自己 掉到粪坑 掉进里面 都是粪 掉到粪坑里面 如果是在凡夫来讲 是好事 你会发大财 赚大钱 如果是我们学佛的 学的是正法的佛 那是正闷 那是不好的 真的掉到粪坑里面 自己要 台湾才有粪坑 在美国当然是 但是也要注意 地层下陷 现在世界上流行 这个地层下陷 我觉得很奇怪 大家把地底下的东西全部拿走 地下水 地下油 什么东西 一直抽 一直抽 一直抽走 那本来是很实心的一个地球 被你中间都掏空了 大家拼命的 这个好像说 取地下的油 地下水 地下油 突然间 然后崩溃 那崩溃就突然间 这个城市的马路上 突然间变成一个大坑出来 这是地下水 这是地下水 抽 把这个地球中间都抽空 那美国这地方 它很少用自己的油 很少用 它倒不用用别人的油 那自己的油啊 留在美国的土地底下 它想说将来大家都没有油了 它还有油 美国是这样子的想法 它说美国不开采那个油 让从别的地方买油过来 它不知道啊 地底下有些是相通的 他认为地底下有油 好了 因为那边一直在取油啊 你这边的油就流到那里去 中间就空了 到时候有一天你自己说 别人都没有油啦 我还有油 一挖它里面没有 空了都流到别人的地方去 同样一个球嘛 只是大一点的球而已啊 总有一天你会把油拿光 地下水拿光啊 抽地下水 抽地下的油都会拿光的 这些是题外话 最重要我们今天讲了很多是 有因 艳相 另外还有果 就是所结出来的果 我讲过这个果 就像我们所摘的一样 其实也是因果 也是因果 你种什么得什么 你摘什么得什么 我记得好像福士有讲过一句话 它是怎么讲的 它是怎么讲的 要想收获就要怎么摘 要想收获就要怎么摘 我们学的如果是正法 你得到的果一定是正果 你千万不要学这个 学摩歪道的法 学摩歪道的法 你虽然学了 你也有收获 但是你将来的果 就是学摩歪道的果 这是一定的 我讲过了 你相应了佛 你将来的果位 就是佛的果位 你相应了菩萨 你得的是菩萨的果位 你相应了僧文 你就会得到阿罗汉的果位 你相应了金仙 你会得到金仙的果位 你相应了天人 你会得到天人的果位 你跟人相应了 你转世为人 这就是一果 你跟畜生相应了 你将来还就会畜生 你跟地义相应了 那你一定会到地义 你跟恶鬼相应了 将来你一定变成恶鬼 所以我讲过 你跟鬼相应了 没有错 你这一次得到鬼的帮助 也许能够荣华富贵 生命演播 但是你将来还是得到鬼的果位 所以在密教有一句话讲 你把师尊看成佛 你修行就会证得佛果 你把师尊看成玛玛蝶 你就会得到玛玛蝶的果 玛玛蝶啊 你就是说 师尊也不够是一个凡夫而已 那你这样子去修的话 师尊的加持就变成凡夫的加持 我不骗你 所以密教有一句话 你把你的师父看成佛 这个是最重要的一点 你将来修行 你就会得到佛果 你把你的师父看成普通的人 你就得到普通的果 你把你的师父看成 连人都不如 你就得到三恶道的果 这就是一个密教本身是这样子讲的 你问那个仁波切是不是这样子讲 事师如佛 一定要这样子做 说不定这个师父 只是一个很平常的师父 我记得好像有一个这样子的故事 一个仁波切丧师 喇嘛就是丧师了 仁波切 带领着他的弟子到了河边 那时候河非常的急 哇 那个河水 上面溶冰 那底下河流非常的喘急 非常的 非常的喘急 那仁波切 那仁波切到了这个河边 要过河 这个上师一看 河水那么喘急 平时都可以过河的 那今天的河水 就特别的急 他就站在河边 其中有一个很有信心的弟子 他说我同顶的 我的师父 我相信我能够过河 他就 哇 好像站在水面上 就这样子 跑过河了 这个师父呢 这个仁波切上师一看 哎呀 我的弟子都能够过河 我这做师父的 弟子都过了 师父的不过怎么行呢 结果师父走到 这个河的中央的时候 就被水冲走 弟子过了河 师父反而没有过河 被水冲走 这就是讲 信心 信心非常的重要 信心非常的重要 所以你有了信心 才有成佛之音 没有信心 什么都不用谈 你对自己的师父 如果没有信心 那 其实也不用 不用留在 因为你对 对传你法的 师父都没有信心 那你对法 会有信心吗 这个佛 法 身 三个是连在一起的 就是佛法 身 就是佛法身 根本上 你的上师 佛法身 你都要产生恭敬的心 都要有信心 没有信心 你禅定 不会成 那你的这个 智慧也 也没办法生 这是 属于果 再来 就等于是一个总结了 它分成四个部分 分 这个出师见到 在这一本道国里面 分成四部分来讲 验相 很容易 告诉大家 你修弃法 修弃法 有没有法流跟你灌顶 你都会知道 你只要把自己放空 你只要把自己放空 法流就进来了 法流就进来了 刚刚那个诗仪不是讲吗 观空 我叫你观空 念观空奏 你要念这个奏 念完观空奏以后 你要观空 把身体都观空了 这法流自然就进来了 那个气就自然进到你身体来 这个时候你会感觉到 你身体非常的坚固 像同住的一样 法流进来 你身体会非常的饱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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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结受有没有 第一个 这个就是验相 第二个 你这个 这个法流进来了 第二个验相 你会产生前身的温度 温度会产生 在你的身体里面 感觉到非常的温暖 外面轰很大 但是你只要观空 法流进来 着火生起 自然全身的温度 都调配得很好 这个你自己会感觉到 你着火生起来没 你自己会知道 但是这个火啊 便不是非常的燥热 是很温暖 很温柔的那一种热 感觉上是这个样子 再来呢 再来呢 你有快乐产生在 你的前身 你前身会感觉到快乐 有喜悦产生 有清安产生 你在禅定的时候 观空 法流进来 身体坚固 充满 觉得气流充满你的前身 光明充满你的前身 温暖充满你的前身 快乐充满你的前身 那个就是艳象 喜乐会从你的心里发出来 让你前身非常的清安 非常的轻松 而且快乐 是空了自己身体 没有一切的障碍 所以你的想念会通达 智慧就会产生 这个也是艳象 你身体会轻啊 你不会感觉到自己身体很重 甚至于你把着火 哪边在痛 你把着火引到那里去 都着几趟 这个痛就解除 这个就是艳象 痛就会解除掉 你来说 警察 问一个老伯伯 这个阿伯啊 妳怎么可以闯红灯 阿伯讲 靠北呀 红灯这么高 我哪里闯得到 警察说 妳闯红灯 那个阿伯就讲说 红灯那么高 我哪里能够闯得到啊 这个丹男 这个笑话是表示什么 理是通的 你不可能闯红灯 因为红灯你闯不到 这里讲的是属于 我们世间凡夫的一种借力 这里讲的是一种借力 红灯的时候 你看到红灯 你车子就不要走 你停下来 就没有负使 你看到红灯你还走 就会闯祸 这个就是属于借力 这是属于借力 因为有了借力 佛教有了借力 我讲过一句话 佛教如果没有借力 那就是诈骗集团 佛教有借力 这个国有国法 家有家规 佛教有借力 你就是要守住那个借力 你就不会闯祸 不应该得的 不应该得的 你去得 就闯祸了 不应该拜的 你去拜 你就闯祸了 很简单 这个就是借力 所以一般来讲 没有借力 有些人是比较没有借力 有些人是不太守什么借力 其实借力是第一 所以借定慧三邪 是叫做无漏之学 佛法的无漏之学 所以一定要守借力 刚刚我念 欺修全意所借地 全意所借地是台语 苏系地是一本经典 借力的经典 师加摩尼佛言及的时候 教你什么 徒弟问他 我们 你走来以后 以何为师 以借为师 你就是要守 你的这个借力 我们这个 出乎那学校入门 就会给你一本 《正佛中借力》 《正佛中的借力》 菩萨戒 你受了菩萨戒 就要守菩萨戒的借力 你受了出家戒 就要守出家戒的借力 这个都是要守的 基本上佛教的五戒 你都要守 杀 盗 淫 忘 酒 这五个戒 你都是要守的 所以因为你守这个戒 守得很严谨 你才能够入定 守戒不严 定如和声 这很简单的一个道理 古代男子上门提亲 如果长得帅 姑娘很满意 就会一脸娇羞地说 终生大事 全凭父母做主 只是在看满意 他才会这样子讲 如果长得愁的 他就会讲 女儿还要孝敬父母几年 这是讲话的艺术 古时候英雄救了美女 如果英雄长得帅 这个美女就会娇羞地说 小女子无以为报 唯有以身相洗 如果不帅的 他就会讲 小女子无以为报 唯有来世 做牛做马 报此大恩 从古至今 全部都是讲话的艺术 这是讲话的艺术 其实 这个 耶稣曾经讲过一句话 他每一次讲话以前 他喜欢讲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大家 我以前我写书的时候 我经常这样子写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大家 因为师尊讲的是真实 是实在的话 你不听 那就太可惜了 因为我讲的是实话 我不会讲希望的话 对不对 我有时候能够看见 我就讲我看见 我没有看见 我不能讲我看见 这是最重要的 我没有看见 我就不能讲 我能够做得到的 我再讲 我会做得到 我是讲实在的话 我不能讲 我不能讲 好像我帮一个人超度 我不是百分之百的 能够把一个人超度到佛国净土 这个人本身有业障很重 我只能够帮他消业 不能够帮他超度到佛国净土 这是我讲实在的话 没有一下子就马上 哇 成佛了 每一个给我超度全部成佛了 哇 成佛了 佛那么好成啊 那我给你超度好了 我都没有办法 我有时候我都没有办法 我自己都不能成佛啊 我莲花童子只到菩萨的果位啊 我哪里能够把你超度成佛呢 所以讲每一个给他超度都成佛 只是其实到佛国就可以了 不用成佛啊 你还要邪的还多呢 你马上就给你一超度 马上就全部成佛了 那还得了 那我宁可死啊 给你超度 那我马上成佛啊 成佛多好 是我终生梦寐以想的耶 哪那么容易啊 不能随便讲 所以是讲的是真实意 我坦白跟大家讲真实意 我能够接引到你到佛国净土 已经非常好 你还要学习呢 你根本就没有开悟嘛 哪是开悟 什么叫做开悟 我在这个 好像是说 在我的十几本禅书里面 都提到开悟 你看得懂了 真明白了 你才算开悟 但是你还要修开悟呢 不是你这样子 你看得懂了 我终于开悟了 我看懂了 师尊写的这些书 我看懂了 但是你还没有修呢 你看懂有什么用 没有屁用 告诉你 屁都没有一个用 你说你开悟了 没错 开悟了 你有没有实修到开悟啊 你从此以后 你的言以行为 符不符合开悟啊 这是一个问题 所以叫做 误后起修 你开悟了 你到了见地 你就要误后起修 误后就开始修 修你的开悟 那个时候啊 钱不重要 也不是碟了 磯杂事也不重要 了 个人的生死也不重要 人间的一些琐碎的事 都不重要 坦白说 连身体也不重要 真正开悟的人 连身体也不重要 所有的事情 在你看来 全部透了 这才算是物 这个才算是物 这个有一个机关 宴请四位离子的长官 九席百十三桌 长官一桌 严功两十二桌 长官桌上的大甲蟹是野生的 个头子小 严功的桌上的大甲蟹是人工养的 个头大 手掌看了心里也不舒服 这总务主怎么安排的 我们吃的蟹比你们的要小 总务主任赶紧解释 他们那几桌是人养的 你们这一桌都不是人养的 我们每个人都是人养的 谁不是人养的 所以要孝敬父母 要懂得守戒力 要懂得什么是真正的佛法 这些都要懂得很多道理 其实大家应该要清楚明白 temos很多很多 那件事情 还有那时候 有些人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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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以离开本 所以师尊每一次说法 一定要提四个 我的密法的根本上师 那现在已经雕过来了 这是图登大阿吉上师 这是了名和尚 这是十六世大宝王喀玛巴 这是撒迦正控上师 四个祖师也都在这里 我们斜他的法就是要禁师 那四个祖师也现在都在这里 然后我们把它叼成金身 头顶着就是四个祖师也 每一次说法 绝对没有自己说法 你只要说 我今天讲的是我自己的法 不是师父教我的法 那这一句话就是错的了 大家想一想 你生出来 你就懂得了 全部都懂了吗 你还不是老师教的 家长教的 社会教的 种种种的师父给你教的 你才懂的这些 所以我讲修行三个 每天要快乐 每天要感恩 每天要修行 我教你感恩 为什么叫你感恩 感恩 所有一切传法的师父 佛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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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乐一天 佛一天 要修行一天 这要感谢什么呢 天 地 君 亲 师 就是叫你感恩 没有你一出生你就会的 你出生是会的 早就死了 你一出生就会 我出生也不会 小明肚子痛 妈 我胃痛 妈妈回答 你没吃早餐 八成是肚子空空在作怪 这个时候 爸爸也走过来讲 老婆 我头痛 小明回答 那你八成是脑袋空空在作怪 我们人出生的时候 脑袋是空空的 是要父母养你 长大 你去学学 去学校学习 老师教 你才会的 所以我们对于 所有的众生 对我们有恩的众生 全部要恭敬 全部要感恩 要恭敬 小华是一个爱干净的人 每次上完厕所以后 都要洗个半小时的手 有一天同学就看到 他上完厕所的小华 怎么没有洗手啊 同学就问 你今天怎么没有去洗手呢 小华就讲 今天刚好有带卫生纸 希望大家 希望大家 每一次上厕所都有带卫生纸 有备无患 你懂得佛学的知识 你懂得佛教的借力 懂得所有的艳象 你就会走在正常的轨道上面 我希望每一个人修行 都是坐在正常的轨道上面 修的是正法 オマネペミホン